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耀 我們現在打一下宇宙序章下篇 潛能解放的挑戰關卡宇宙輪轉 那這邊先帶大家來打格赫羅斯的部分 這關是只有水可以進關 那就帶大家用剛結束合作的一趴大獎 快樂初音來通關 只不過說我們這邊要外借一張水屋 因為關卡有回復顛倒 可是因為它只有水可以進關 所以我們又沒有辦法帶吸血鬼 或者是日本城這種機械族 然後不是水的屬性來通關 所以我們就外借一張水屋 好 那講到水屋 要記得我帶的是逸轉後的煉化形態 近期可能有比較多觀眾朋友分不清楚 潛能解放跟異空轉身 所以如果你要帶的話 記得確保你的卡片跟我帶的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這一對比較重要的幾件事 大概就是第一件事情 建議突破啦 打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剛提到的水屋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沒有一旦水二獎 你可以隨便換一張可以轉水的卡出來 主要就是讓水的兩組十字那邊好過一點點 這樣就好了 或者是說你可以多帶一張深海少女啦 也行 因為在組隊上我還是會以虛擬歌手為主 這樣組起來死血比較高 能做的事情也比較多 好 那最後這一張小獎開頭 也不是那麼的必要 你要換成其他水的虛擬歌手也行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 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把火珠左一顆右一顆 放到左右下角去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等他打過來就可以了 好 那打過來的這個期間 我們也可以稍微去把那個C數拉高一點點 讓他加速熱機 只要到39C 就可以進到快樂模式 好 對 這個前幾天的回顧影片有提到過 這個隊長可能還是需要一點點熱機時間 這個是機械組的特性 說來也無奈 但是也沒辦法 好 那這邊我們就是不要去手銷火珠 好 然後等他打過來就好了 好 那這一回合啊 如果你的龍刻有滿的話 轉彎你可以直接去把龍刻打開 但我們要的不是增長 我們要的只是減CD 所以可以完全不用轉分數沒關係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這一波轉彎 加龍刻還是沒有帶走的話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技能已經跳起來了 你可以直接開牌珠 大力牌 已經有反手消火了 你就算整版被變成火也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大力去轉就對了 好 那這邊的話我龍刻有跳起來 我就直接去轉 然後不要手消火這樣子 好 轉完我就直接把龍刻打開 OK 那 誒 剛好進到快樂模式了 如果沒有進到的話 我有幫大家試過啦 如果沒有進到快樂模式 你轉個大概基礎的5-6C 龍刻開下去也不要轉分數的話 其實傷害還是足夠的 如果真的還是不夠 我剛剛有提供解決辦法了 技能已經跳回來了 你就開牌珠直接去牌 就算整版都是火 有無視反手消了也沒關係 當然你要發動到水的攻擊啦 所以至少要有一組水珠可以讓你攻擊 好 這邊我就真的沒有轉分數 但是我要的只是它的減CD而已 好 那你說如果你想要轉分數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的啦 但是它就是會變成一個固定版面 那這個固定版面的話 你如果有自己的數字21轉法 那就直接在第二關用上 那如果沒有你就跟我一樣 不要轉任何分數 我們開牌珠去排21就好 好 那這邊水無有跳我們可以先開 然後我們就開牌珠去排數字21 有牌珠應該就相對簡單一點點喔 好 那轉完的時候 我們可以停在這個火焰地裡面 只是說不停也不會怎麼樣啦 它反擊過來一隻兩萬 我們這邊六隻 總共12萬 但不要坐死啊 我們血雖然有二十幾萬 但我們還是乖乖停火焰地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也已經進到快樂模式了 傷害就直接是爆炸性的灌過去囉 好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我們就直接手轉 手消全部的水就可以了 這個大獎的話有防燒作用 所以我們直接正常轉不用怕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到狗的叫聲 外面外面一直有狗叫聲 好 那有手消到泉水 基本上沒問題了喔 就算沒有 那個對面是CD2 你下一回合再手消泉水 一樣是可以的 好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大力轉 不要手消到那個火珠 好 這個 這一關的兩條血都會射你滿臉啊 就是會有那個 干擾轉珠視線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比較不擅長 你可以把牌珠開下去沒關係 一血你就算開二血也還來得及 因為現在已經進到快樂模式 一回合可以當兩回合再減CD 那二血它又是CD3 所以你有時間可以把它拖回來 啊 真的不行 你頂多再把龍科開下去減CD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這邊的話是要轉兩組水十字 我們就開那個一旦水二獎 那我們開個牌珠 好 去把兩組水十字排到就可以了 對 它那個墓資其實也不是持續啦 所以你可以等它少一點的時候 確認說你有沒有排到 或者是你這樣點一點 它其實也會有線型 若隱若現 你就看一下你有沒有排到 這樣就可以了 欸 如果沒有開牌珠也沒有關係 你就是確保你有轉到就行了 好 這邊也是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呢 等場上有五屬的時候 我們開牌珠 你看像我現在沒有 那我就可以花一回合時間稍微去濾一下 所謂的濾一下是什麼意思 就是把場上比較不必要的珠子 例如說水啊 心啊 這種把它濾掉 讓你的場上有五屬 我們才比較好去符合敵技 好 那對面這一個的話 不是你少一種 就多追打一下那種 所以你不用擔心 而且其實它CD一開始也是三 好 看一下水 火 木 光 暗 好 都有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牌珠 然後我們抓角色珠放進格子 好 我們去把五屬牆轉到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記得把全版塗過去 變成強化 這樣子你才會 有五屬牆 好啦 這樣就好 OK 不要調皮 好 那五屬牆都有轉到 理論上就是直接 垂過去沒有問題 他也有反饋 但是我們只有一隻角色在打 所以就是反饋一隻角色的量而已 那一隻角色的量是10萬 好 接著來到第六關 好 第六關這邊的話呢 就是慢慢打掉20下就可以了 這邊有回復顛倒 所以我們水巫是已經開著啦 你如果沒有開的話 記得這邊趕快把他補下去 好 那這一隊是機械隊 機械成員有五隻啦 所以要符合這個20下 理論上也不難 好 我這邊只有追打一下 讓大家看如果都比較倒楣 只有抽到追打一下 那可不可以打過去 實際上還是可以的齁 對 什麼叫比較倒楣 只有抽到一下 就是機械動力啊 他是隨機 追打一到兩下 好 這一回合 希望追打一下就好 好 對 真的只有追打一下 那就是倒楣劇本 如果倒楣劇本可以過 那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好 這邊還是灌過去了 接著來到王一 好 王一這邊的話要消30顆水 那這邊我們就把深海少女開下去 好 那我們就直接大力轉了 好 好 這邊直接一回合復合 好 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二血 好 那二血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牌珠就可以了 他有一個凍結盾啦 可是其實不用理他 我們這個傷害絕對都是 爆炸性灌過去 如果沒有灌過去 這個一趴大獎大概有完蛋了 好 把他吐成機械珠 OK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是深海耿正那個快樂初音 通關這個 宇宙輪轉LV3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扶